再先吃几天 农历的新春就要到了 一到这个时候 谁会上央视的龙年春晚 就成了咱们老百姓最感兴趣的话题 最近有媒体就报道出了 今年春晚的几大看点 咱们来数一数 说毕夫见毕老爷要加入主持帮 那陈一迅和王妃要联手演唱 因为爱情 不管如此 刘谦又要回来了 另外就是李玉刚要携国粹戏曲登上央视春晚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央视春晚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是板上钉钉 没错 不过呢 我们也想 李玉刚如果能上春晚的话 戏曲也能变成实际 在李玉刚眼里 这应该是一个普通的下午 唱歌录节目 对他来说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只是这台晚会的录制有些反锁 做一个简短的 拍照 走红毯拍照 这之后还要做一个专访 今天这是演出服吗 演出一会儿 基本上我就穿这一身 咦 为什么 我们其他的是那种 因为我今天唱的几首歌的这样的一种选择都必须要本色出演 李玉刚每次亮相基本都是整齐干净的合身西装 白衬衫如雅而庄重 这到底是他喜欢的形象还是可以打造的呢 因为我过一潮会跟我的艺术会有一种不和谐 我也可以打扮的裤裤很大的那样的 我也可以 但是我尽量不会去往那方面走 哦 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我喜欢看他们穿 喜欢看他们 那我自己就还少来尝试 尽量是做到一种如雅 录制节目前和主持人聊天热场 李玉刚似乎已经很在行 那接下来拍摄宣传片 他表现又如何呢 大概做五个表情就行了 好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看镜头 就是跟那里相关的一些 对对对对 跟那里的词语相关的一些 对 那种感觉 就比较随意 有的时候也找不到感觉 也会顺管 开始了 为了让现场气氛更轻松 摄影师特意打开了音乐 虽然是和李玉刚的艺术情势 相差深远的欧美歌曲 但是就现场效果来看 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以为他在照相 然后他说他在录像 后来我知道他在录 我又变了一种方式 才找到那种感觉 从隐瞒到公开 从嘲笑到掌声 我用了整整十年 重来一下 要说如今这艺人 绝对不好做 来录一台晚会 从红毯到访谈到宣传片 可是一个都不能少 这不又开始录制宣传词了 从隐瞒到公开 从嘲笑到掌声 因为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就写了 从隐瞒到公开 从非议到掌声 因为我相信 越是有争议的梦想 越是有实现的价值 一开始毕竟说 在奔波 在忙碌 在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而前进的时候 还是都是自己这个默默的 的确李玉刚的艺术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而正是因为他的打拼经历 让他具备了一种特殊的亲和力 但是没想到的是 在当天的晚会录制现场 李玉刚本来被安排在观众席等候 他却 但是当有舞蹈演员要求合影时 李玉刚还是露出了笑容 我也不可能把我的状况传达给陌生人 我也不可能 不可能耍大牌 这是不可能的 本身也不是什么大牌 做的那个造型 特别像我原来的做过的造型 我就感觉是照我的一个造型扒下来的 所以我就感觉特别的亲切 一下子就是有一种 一种拉近距离的一种感觉 虽然赶时间 李玉刚还是按照安排 演唱了三首歌曲 当然唱歌对他来说 已经是驾行就赎的事情 可是当到了和主持人互动的环节 李玉刚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我每次压唱的歌 自己就会变成粉丝 我跟你讲 听李玉刚老师的歌 我是永远都学不会怎么唱的 你来一句 不不不不 你来一句 今天给你表现的机会了 真的就一句爱恨就在一瞬间 我可以用眼神吗 我知道那一天的那种情况 舞台上的那个氛围是属于 包括主持人的那种台词什么的 都是说偏于年轻化的 但是我很想学李玉刚老师的眼神 你想学李玉 因为我觉得那个眼神真的就 就我应该可因为我眼睛够大 我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无奈 可能我还不太愿意 你为什么要学一眼神呢小朋友 因为我觉得 你感觉现在 我太愿意那种搞 不爱不喜欢这个 在综艺节目遭遇尴尬 虽然会心里不舒服 但是在舞台上的李玉刚 还是尽量用微笑应对一切 我也要配合他们 配合他们说笑啊 玩笑啊 就这样的 因为都是在工作 我有我的工作方式 人家有人家的工作方式 互相理解 当天录制节目 共花了近四个小时 这时间可是超出了李玉刚的预期 于是他走得很匆忙 再见了啊 拜拜 虽然告别的有点仓促 但是想起来 李玉刚当天 可是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这边已经结束了 于是对他多了一分理解 事后回忆起当天的忙碌 李玉刚这样说道 其实这种忙都是自己给到的 因为你要做东西 因为你有目标 我还是希望我在我这个行业当中 能够做一点贡献 能够起到一个标杆的作业 我身后还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也从事着跟我一样的这种艺术形式 那我希望我能够做好做得好一点 给他们能够提供多少范本就提供多少范本 毕竟说我的平台不一样 我能够让这样的艺术表演形式能够更趋于一种羔羊 06年通过星光大道被观众熟知 07年繁花无界北京演唱会反响空前 09年悉尼歌剧院盛世尼上演唱会 让世界瞩目 11年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四美图惊艳四作 因为这个圈子里更新的速度太快了 我为什么这么努力 我因为我怕被甩掉 因为我喜欢唱歌 我希望能够我有唱歌的舞台 但是你稍微不慎 你会失去这个舞台 如今李宇刚的艺术之路又向上迈了一个台阶 他已经收到了龙年春晚的邀请 今年这个时候又准备央视的春晚 我不知道说最后一轮能不能被卡掉 但是现在在准备 今年我是离春晚的舞台又进了一步 往年就离他很远 遥望 今年我是已经说可以摸到这个舞台了 尽管早已登上国际舞台 但是这五年来李宇刚最梦寐以求的 就是上春晚 春晚对我来讲是什么样 我在国外的艺术电场已经上的太多了 而且很多媒体都形容我说是墙内开花墙外乡 艺术过演出我的这种艺术上的独特方式更体现出来 甚至说整台的演唱演出当中 无论跟谁我都会特别的耀眼 那回到国内来讲呢 我还面临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压力和问题 那我还是说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吧 因为毕竟我从事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对于传统文化 我们中国人谁都有说话的权利 无论舞台上收获多少掌声 在工作和采访中 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事业的追求 男扮女装反串表演 李刚曾遭遇非议 但是他心底里对艺术的执着却一如当年 从草根出身 只不过是我比别人多了一部 多了几部 后来我又进到了一个专业的团体 中国歌技舞剧院 后来也成为一个国家一级演员 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需要有极强的忍耐力 你要用功 你要努力 你要一天做十天的事情 要付出比别人十倍的努力